- 他们现在都说我是电竞毒瘤了好吗? - 其实你带起来的头你知道吗?你这种屌丝王 - 都怪你 - 怪我什么事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 都怪你,我告诉你黄徐东,一切都怪你 - 不是你干的事情吗? - 都怪我什么事啦? - 那天是你煽动的别人去干的那种事情好吗? - 怎么刚才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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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 看球的那个也是你抓的 - 我刚才惊叹的你知道吗? - 我刚才只是想 - 我觉得你们老是去骚扰了一个mini不太好 - 想换一个目标对吧? - 对啊,我说你们换一个 - 结果纵观斗鱼好像就只有一个女的 - 就只看到那个来,我说了 - 总不至于让我们一帮人去古货仔里面刷吧 - 对古货仔刷刷不影响大众呀 - 啊 - 好,看比赛看比赛看比赛 - 诶,这怎么有点卡呀感觉 - 好,这边红色的这个重组啊就是里洛克 - 啊 - 里洛克 - 诶 - 你有没有点丢针的感觉啊? - 没有 - 我 - 你卡了 - 我重新开一下,我重新开一下 - 重新开一下 - 诶,我怎么有点丢针的感觉啊? - 呃,如果拉近画面确实有一点点 - 哦 - 该吓人呐,这个 - 还把自己飞机票推出来 - 这是飞机票吗? - 不是吧 - 这是什么? - 什么东西? - 不知道呀 - 哦,铁票 - 地铁什么的吧 - 估计 - 嗯 - 这个地铁票好像很没诚意的样子 - 呵呵,我坐地铁来看你打比赛 - 嗯 - 好,来看一看这场比赛 - 这可是花了个飞机嘛 - 诶,那飞机上来变招了嘛,裸霜 - 哎哟 - 这个 - 这个 - 那如果重租鲁霜黄金矿怎么卖? - 啊 - 重租鲁霜黄金矿? - 再说呀 - 人租鲁霜又不怕你战术的了 - 总租鲁霜黄金矿的这个地方 - 这卡的什么东西 - 这卡的放在这儿 - 只要有什么东西 - 嗯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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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名字我贴给你看一下就懂 哎你有没有感觉有点丢针吗 有一点他那个针数好像比较低 哦是他们的问题对吧 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 对对对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有点丢针 反正大家先看着 哎嘎嘛TV的机器也不靠服啊 里洛克走了一个提狗素 哎其实提狗素打路 双提狗素是亏的 前几狗素提来都没用 可以打一波 这么近打一波好了 你看到了 Sgamer这些人我真的是服了 好来看开局吧 我们反正 TVZ的打法呢 也就这样了 对吧 TVZ的打法跑火车 然后正常的推进 Innovation也没什么太多变化的 我们只要注意一下 Innovation的这个整个运营就好了 他运营真的非常的快 好 李洛克来了一个 诶 毒爆炒那么早 难道李洛克爆火包 也不是好像不是 不是这样的 李洛克要那个 他是这样的 他是要用那个狗啊 他找机会看是不是有机会 一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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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他包你 他包你火车包完就一波 直接一波 他现在的勾对手上来 对 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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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只包住一个 两个 他就包包完了直接狗 狗独爆一波 哎呀都包光了吧 哎呀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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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 英诺危险 这操得重啊 做好的神样的火车操作呢 他已经操作得不错了好吗 不错了不错 我觉得这个这个火车操作已经 已经不错了 李洛克其实也挺郁闷的 那么多狗冲出来就包了三个火车 嗯 二十二条狗 我觉得可能想不到 英诺危险可能想不到一波了 他赶紧修一下火车 一把雷达 一把雷达 确认到了还在抱口 懂了懂了 这把雷达太重要了懂了 后面是直接补地堡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四个宝 有点晚啊 冰好像有点不够 没关系啊 他火车只要操作好啊 哦呀门口全给你撞了 这还分两个去炸农民啊 这往上撞什么意思啊 撞了还没撞掉 哈哈哈哈哈哈 这 太尷尬了 结果就完全 炸农民吧 不 这为什么你炸的农民也是会炸啊 你 不知吗他 好 毒爆送光 英诺危险再赌个口 你不就二了 虽然他兵还是很多了 英诺危险干嘛冲出来 他为什么不 哦 他赌口也怕被撞开 他这时候飞个兵营上来 把口一赌对吧 不过还是劣势 李洛克这一波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大部分的人组选手 开始慢慢的 慢慢的不裸霜的原因了 裸霜太 风险太高了 好 引导微星的火车倒是控制的还非常的跑 哇 好多火车 但是狗太多了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狗随时很大的火车超过临界点了 他可以秒狗了 哎哟 哎哟 摸得不错哦 这农民过来拖一拖啊 都不用拖了不用拖了 这个李洛克亏大了这一波 又损失了两个火车 大概烧了四十条狗有吧 虽然李洛克刚才这个整个运营啊 还是 还是经济非常的好 但是李洛克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没科技 他没科技 引导微星VS都放了 他没科技 真的我觉得李洛克刚才上来第一时间 他把这个用独霸把农民换了 他无限大优势了 都A成这样了 这想什么东西啊 关键他那个独霸往下一走 完美的绕过了农民 让农民安全的无恙的跑掉了 他可能他当时也有点急 就都撞成这样了 想是一击致命的 唉 这个 引导微星VS逃过一劫啊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刚才整个站 你知道这种感觉像什么吗 我以前玩CS的时候 当我完美的绕到 从DAS2后面 打背枪了 屁股后面的时候 我一个人对着五个匪徒的屁股 然后一顿狂扫 一个都没打死 然后给人转身一枪把你抱头了 对啊 我这个也想打死 那个也想 我想一下 在我脑中浮现出我一个人 干掉五个人刷屏的那种场面 你知道吗 然后冲回去一个都没打死 被干死 这个李洛克真的不应该啊 不应该 他现在人口6 卫星已经慢慢的追屏了 这点人组好打了 科技快 科技快 他可以无限压 小李这个埋地 是什么意思啊 Innovation在找 他在找他的这些小狗 没找到 小李这个埋地 还是有点精髓啊 昨天他也是靠埋地 打死Innovation 有点趣味 有 有 有 还不开关门 好关住了 火车回救就好了 他只要拖住时间 农民跑了就行 你能ible 这时候双 Tumblr 我们看吧 他在救 然后 正面还在清军坦 清军坦还在 这个结 shot卡的非常好 而且还在甩那个 还在甩你独豹的 还给你压力 小李刚才这么多狗装女士 现在下了七个弄人 不过英诺飞星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还是多线上边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他家里面没有注意到对手埋地了 这个可能节奏会打乱 说真的 好看英诺飞星火车 这火车操作是有点好啊 发现军台被亲了 对 很难打 现在就被人无限占便宜嘛 你们飞龙对吧 我有运输机 我可以无限占你便宜 你小李只能抱狗 抵雷 抵雷没埋吗 英诺飞星 抵雷埋了 飞龙出来了 哎呀 这机枪散的 有点好啊 上次英诺飞星是打谁来着 打那个Revail对吧 他就是那个散机枪散的 叫一个好 这个实话说 这个打神这个样子 只要在运输机成型以后 他还没有军台 小李也忙不过来了 我们看小李这边 家里面的埋地的狗都忘记了 压力太大了 这边 被人家A到2框来了 这压力肯定大了 对 实际真的散得有点好 赢的卫星这个机枪 你刚才看到了吗 最后的一下 看到了呀 真散得有点好 前面两个枪 后面两个枪 对吧 散的真的有点好 这盘是真的小李自己捉 他刚才如果撞到农民了 至少不至于现在这么难打